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辐射星球,我是Jeffrey 今天我们依然在传送门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和全球各个地方的影视制作者来进行联接 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了我们上一次的节目的嘉宾 那么他上次给我们讨论了影视教育在美国和中国的一些区别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去聊一聊美国的电影制作产业 到底和中国有什么样的区别 对上一期节目比较感兴趣呢 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朋友们去看我们上一期的节目 在下面呢,我们会放一个链接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连线RHAT RHAT呢,是我在电影学院的同学 他本科和研究生在电影学院读的 然后后来在美国又读了影视制作的研究生 然后现在在古生机工作 那么下面我们来连线RHAT 哈喽RHAT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RHAT 因为上次的话我们已经聊过了 关于中国和美国影视教育方面的一些差别 包括美国的电影怎么去申请啊 美国电影专业大概一些基本情况啊 等等这些东西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点击链接 去回看我们上一期的视频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如果这个教育结束之后 我们要开始去工作了哈,我们来去研究一下 那美国的电影的工业到底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呢,就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 中国和美国有最大的差异就是 美国有电影的分级制度 你能不能跟我们来去介绍一下 这大概是什么情况呢 OK,没问题 美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啊 其实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法律 跟咱们可能多数网友想象的可能有点区别 它是一个由行业自律为导向的制度 美国呢,从这个曾经的审查制度走向了最后的这个美国电影协会的这个电影分级 其中呢,它大概就分为了G,PG,PG13 然后还有这个R级 然后再往上就是这个NC17 这些分级呢,大概是会根据推荐观看年龄啊 这个东西如果说要咱们详细的讲一下呢 G所代表呢,是General Audiences 也就是全年龄 PG代表的是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 也就是说部分内容需要家长陪同观看 这个PG13跟它比较类似 但是呢,是13岁以下的观看呢,就不太适宜了 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可能很多网友的听过的这个R级 R级是Restricted 就是17家未满17岁的观众观看是需要家长陪同的 这个其中会有咱们比较熟悉的国内 可能咱们一直都没有上映过的像死士这样的片子 大概就属于R级 再往上呢,叫NC17 叫No One Seventeen and Ender Admitted 就17岁以下,如果即便家长陪同了 可能也不太能观看 因为我们就是在国内的话 就是听到很多说美国有这个工会制度 各个行业,包括导演协会呀,声音学会呀等等 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去介绍一下 关于美国的工会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美国这套体系里面 工会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组织 因为其实电影制度行业来讲呢 自由职业者其实跟其他这种全职的上下班的工作来比呢 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保障 一般的这个全职工作都会有各种保险啊,福利啊什么 但是自由职业者由于他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 所以其实不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工会这个东西存在呢,就是维护了这个自由职业者的一个制度 像你刚才说工会会有一些限制啊,一般会有些什么限制? 工会的限制一般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的影片的制作的你的预算是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你要用的这些人啊,这些工会的员工是必须是要用的这个工会的员工 比如说是你是一个电影,那就是这个导演 你必须你雇佣的这个导演就是要导演工会的人 如果说你要雇佣的这个DP,就是这个摄影师 如果那他就一定要是AIC的人,或者说是摄影师工会的人 就说是你必须要雇佣的这个员工是要是来自工会的 如果说你的这个预算没有达到这个级别呢 那就是你无所谓 关于序片,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啊,这个是美国独立电影哦 因为在中国的话,其实咱们没有独立电影的一个说法 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独立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一个情况呢 OK,独立电影其实某种意义上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就是不同于咱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工会的大的级别的production 电影在制作层面上,其实它可以拥有更大的空间 也不受这个工会啊,跟一些其他的这些商业影响的制约 所以有时候它这个预算啊,相对会规模小一点 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也可以不走那些就是爆米花电影 那些路线的东西,可能会对于艺术创作本身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带给观众 所以像奥斯卡很多都是这种独立电影,对不对 就获奖来讲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会有一定几率会有选到这些独立制片的电影啊 就像之前前一阵子有这个咱们前几年比较火的这个三块广告牌啊 其实就是一个相对于这种概念的电影 然后呢,我们看其实啊,这个美国的电影和中国的电影呢 就是在篇文的一些字幕啊,有些职位啊,其实我们发现也有一些差别 你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有哪些职位是不一样的 包括像国内经常会说有监制 那我看这个在美国电影中有这个职位 那这些职位上的话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分呢? 我自己比较熟悉这块呢,就是咱们国内的有一个职位 咱们肯定都,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每次Action之前有一个打板的那个职位 然后会记录镜号啊,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其实在国内呢,是交给导演组的这个场地来完成的 在美国这套体制里呢,也是完全有一个人去做相同的工作 但是这个人呢,并不汇报给这个导演组 这个人是归到摄影组的 这个人呢,他是叫Second Assistant Camera 就是第二摄影助理 他是完全跟着摄影组在走 但是他们干的事是完全一样的 这是我了解到的会他们一个比较不太一样的部分啊 就是因为其实在国内跟在美国这边我也都拍过片 但是我跟他们在沟通聊着就说 他们都觉得为什么这个是归摄影组 我说啊,我说难道这个不是归摄影组吗? 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事 但是其实干的工作是一样的 只是汇报的部分会不同 监制这个名头中美的差距呢会比较大 中国这边的监制啊 实际在制作过程中负责的工作呢 其实并不太多 但是影响会很大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呢 是一个有名望的导演啊 为这个新人保驾护航 就是和某某名导演来这个监制 具体的要说是这个实际上跟监制相比较相似的这个呢 在美国这套系统里呢 他应该叫Line Producer 在剧组里会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具有执行力的这么一个角色吧 对的 因为在中国的话 监制很大的一个工作 其实是帮助新的导演 比如说有一个导演 他可能资历不是非常的深 所以的话 他如果有个监制的话 他可以让这个监制啊 就是帮他去找一些资源啊 找一些关系啊 这样能够让各个方面的这个运作 包括电影的制作呀 发行啊 过程啊等等啊 都会变得更加的容易 所以还是跟这个 美国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这个美国这边 他也具体的是这个制片人中心制 就是你在这个片子拍完之后 可能更多的是要制片人来去运作这个事 在前期呢 可能是中国这边是导演中心制 所以前期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太名气的新人导演 很多东西你会容易碰壁 大概是这样 下面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觉得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差异 因为我们经常说啊 电影需要工业化对吧 那你觉得中国和美国这个工业化的差距啊 到底有多大呢 呃 中国影视工业的近况啊 鉴于呢 咱们现在也已经做出了流浪地球这种级别的影片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还是有了一个比较长远的进步 呃 美国这边拍电影 它之所以称之为工业呢 其实指的就是它这个分工的细化跟专业程度很高 具体这两件事呢 会使得这个整体的制作质量啊 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保证 相对说这个工业化电影 什么叫这个非工业化电影呢 其实呢 我觉得就是分工并不那么明确 很多专业的问题呢 它就不能交给一个专业的人士来做 导演呢 也就不能够发挥其充分的这个艺术造诣 因为很多事儿 它就是能不能做啊 能做成什么样 该怎么做 该找谁做呢 可能它也并不是那么清楚 这个差距这事儿随着这个资本跟人才的这个流动 我相信这个中国电影的工业化水准啊 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空间的 OK 因为确实在中国的这个电影的话 差别还是挺大 因为有一些电影的话就是属于工业化 非常程度很高 因为它的预算非常多 所以它们在团队上 分工上 这个规模上都非常的大 也非常的细致 所以呢 它就非常的工业化 但是呢 有一些项目的话 这个预算比较小啊 也算是很独立的这种电影 那么导演一个人可能要做很多事情 然后呢 一个部门的人肯定会很少 所以每个人负责的东西会很多 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处于一种这种工业化的电影 和非工业化的电影 就共存的这么一个一个阶段 因为这个工业化电影 其实很多的这个问题是在这个项目立项之初啊 其实它就已经很多东西都已经把该分的工作 已经都分给不同的部门 跟这个不同的人去来做了 这个如果是非工业化的立项的时候 可能就是几个人大概 他并不太清楚一些事的时候 他已经把很多东西都已经摄奖好了 所以这个其实从开头就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OK对 就是在主创建筑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有差异了 那下面的话呢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在美国做电影的话 一般而言 大家主流用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电影摄影机呢 OK 其实这个电影摄影机啊 其实全世界来讲的用的其实都差不太多 主力的呢 还是这个阿莱的爱丽莎系列摄影机 这个包括这个mini啊 SXT还有65 跟现在比较新的这个LF系列 这个其实全世界都用的比较多 但是美国呢 其实不像中国就对于阿莱的这个占有率这么高 美国其实还有很多部分人 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RED的这个摄影机 除此之外呢 如果是是比较低成本的一些片 现在也开始有开始用这个Black Magic Design的一些摄影机了 OK确实 因为在中国的话很多项目包括一些小的预算呢 或者是平时一些广告啊 全人片啊 大家都可能是要用这个爱丽莎这样的摄影机 因为它的整体使用成本 在中国可能还是会更低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有一个这个相关的叫租赁制度这个问题啊 就美国这边的其实说它拍片的成本很高呢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是来自这个租赁的价格跟中国有很大的差距 就是因为中国这边的租赁其实跟美国这边还不完全是一样的 就是美国这边也大家会比较知道 就其实美国这边的保险行业会比中国会强大特别多 它一方面强大呢会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操心很多事 但是坏处就是它其实的成本会一下就提高的非常多了 对的因为相当于在中国要拍片的话 设备公司一般都会派人跟着 然后出根基源 有时候还可能不至于一个 但是像在美国的话 设备的话你自己拉走都是要买保险 所以的话对整个剧组的这个成本的话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有时候可能这个设备是一个价格 但是加上保险之后可能这个价格就完全不一样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这个中美之间这个的差异呢 就是美国其实是没有根基源这个职位的 就是器材公司它是不会派一个人出来来 来去负责给你调试器材的 所以其实呢这个第一摄影助理 或者咱们这边比较流行叫做大助 大助其实在美国这边是需要懂得很多 你的摄影机的相关的知识的 就是你整个组 你整个的这个DP的这个组 就是这个部门完全是要靠第一摄影助理 大助来整体让它跑起来的 就是它不但要懂得各方面的各种摄影机厂牌 怎么来build up 也要明白说该怎么来调试那些东西 根据具体的需求什么这些 DP可能会给你稍微交代一下说 咱们要拍一个什么什么格式 大概拍什么什么要求 你就需要会把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全都设置好 这个东西在国内其实是不太用的 国内是说你要什么什么咱们就来根据丸 根据丸说来帮设计一个什么东西 那大助其实基本上就不太用来插手这些操金的事了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在美国的话影视行业 哪个工组你觉得最有前景 这个问题其实就还有很有趣了 这个但是我观点比较个人化 这个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学习这个影视特效制作吧 这个尤其是前一阵子这个刚刚看过了这个 Unreal Engine 5 就是咱们中文叫这个虚幻引擎舞这个演示之后 我觉得未来可能整个行业的整体都会变 都会变很多 因为学习特效相关的这个就业啊 除了跟影视以外呢 其实还可以涉及到动画跟游戏 就是说你学习了这个之后 其实你的就业的这个方向会比较广 就如果说以后你说你觉得学了之后 你觉得可能影视并不是说你自己那么喜欢 但是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转到其他的这个方向上去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未来可能是比较大的一个前景 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吧我认为 因为确实我觉得未来的话影视之后肯定和现代 我觉得应该有比较大的差别 因为以前的话很多拍摄的话用绿木抠像 现在的话可能很多都不太用绿木用环形木 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去做这个直接做合成 包括还有一些灯光啊 未来我觉得可能也许有些这么复杂 包括后期等等等等 我觉得可能随着人工智能啊 包括这种物联网啊等等 这样一些发展 那你觉得这个未来影视制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最终可以随便畅想一下 没问题 其实呢 以前这些高不可怕的这些设备的价格可能会根据 就某一项技术突然改变之后就变得好像 变成个人也可以开始来进行一些相关的制作 就是可能你倒退20年 你觉得说用个照相机觉得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 还是一个比较少的事 但现代你觉得说买个微单单反这种事好像就很平常 大家说对于什么东西摄影跟谁也都能聊几句了 就是说可能未来拍电影的门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会有降低 但是你要说真的做的特别好的级别肯定那还是需要比较专业的来讲 但是一般可能做小成本这个制作呢 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质量上的提升 所以对于未来个人创作者或者是这个小规模的团队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的希望 OK 因为确实我们现在自己拍视频博客 你看以前我们会觉得怎么拍 都觉得成本很高 但现在我们可能用很简单的设备 就用LED灯用微单 其实我们觉得这样拍也足够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技术的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这个就带来了其实是个人生产内容的这个质量 尤其是咱们能看这几年 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 就是在好莱坞啊 在美国华人 他们在饮食行业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存状况 整体上来讲呢 肯定说算不上很一线吧 但是呢也还可以 然后因为好莱坞里其实呢 一直是有这个华人电影人的这个身影在这行业里的 从这个早年间有这个吴宇森呢 李安呢 还有到现在的这个这个温子仁这一批新的这个好莱坞的华人的这个知名电影人啊 然后其实这些其实一直都有 但是说作为可能的导演啊 或者什么这些比较顶级的职位 或者说是这个比较高级那点的职位呢 可能就并不太多 但是呢 让我说整个行业里来看 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尤其是说这个特效跟动画团队 其实如果每次大家看完这个电影 在看这个片尾的credit时候 可以注意看一下 因为华人的名字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 其实你看所有的那些做特效啊 做动画做的那些团队 其实一看明白就知道大概华人会比较多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跟这个整体的语言有关 因为你想中国包括别的行业 也是计算机啊 这种偏技术的这种 中国人一般都是做的很好 但是偏管理啊 偏艺术啊 偏创造啊等等 这样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语言的一个障碍 包括电影也是这样 如果你要做剧本 你要做导演 显然对英语的这个要求啊 那高非常多 但是你做后期的话 我觉得的话 这个可能就要求没有那么高 但中国人比较聪明 你要做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足够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核心还是在语言上 导致做一些跟创造啊有关的东西 会有一些困难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没错 你说的这个非常对 就是因为除了 你要拍一部 可能是他们好莱坞本身的这个剧本的这种电影的话 有可能你对他本身的文化的了解 并不够那么透彻 但如果说是你从事一个后期相关这种职位呢 可能他更偏向一个技术导向的这么一个工作 就是你不用需要有太多的你个人的表达的东西在里面 也不用太担心说 哎呀说可能有语言障碍或者什么 因为可能有的人他也没有语言障碍 他就是可能个性他就不是那么一个喜欢表达的人 他就是一个比较 他就觉得做好技术 他觉得很好挺舒服的这么一个 华人可能会对于这种环境会比较适应 今天呢给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流通的产业相关的东西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其他的领域啊 希望我们去分享的话 我们也希望大家有留言来告诉我们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 目前把视频推向你这位的朋友 好的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